人们观察事物都有各自的盲点 并非都一视同仁 在现代都市里 许多视而不见的物品 在艺术家的眼光下 兴许是很有观赏价值的艺术品 电脑业飞速发展 重点凸显在软体开发领域 在今天美国经济发展中 中小型的华人企业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请看来自纽约 各位观众 艺术家要表达自己的意念 总是要找到一条途径 或是通过某种媒介 某种形式去表现自己 于是就有了今天的街头艺术 人像绘画 城市涂鸦 吹拉弹唱 五花八门 无奇不有 也许人们没有注意到 在众多的街头艺术中 繁华都市又悄悄地从地底下 冒出一种新的艺术类型 我们姑且叫他们 井盖版画吧 在繁忙的车水马龙的大街上 几乎没有人注意到 这每天都被千万辆汽车压过 千万人踩过的地下水井盖 成了我们今天的主人窝 一位来自法国的艺术家 博士高 朱华登创作的主要媒体 这不同的形状 不同花纹的各种各样水井盖 都成了这位艺术家 创作灵感的源泉 是否那先为人耻 少为人知的地下世界 与地面世界的连接处 对这位奇特的艺术家 有着迷的创作性质 为了不至于使你先入为主 翻开绘画历史的匪页 你不能找到答案 在绘画界 提起现代派 人们一下子就想到了 梵高 毕加索 马提斯 提起印象派 人们也自然而然地 就想到了康斯泰博 这位印象派B组 十九世纪中叶 越来越多的画家 趋向于走自己的路 探索和探索自己的绘画技巧 开拓了室外作画的风气 这对传统作画是一个挑战 印象派要求画家 尽可能地直接接触 所画的题材 画家必须看到 不是凭想象 记忆或虚构 由此可见 印象派的题材 就是艺术家本人 实际性活动的世界 也就是他所熟悉的 场面 人物 风景 这些场面 给予他的直接视觉感觉 应该是尽量 原风不动地翻到画面上来 尤其是色彩和阴影 博士高先生不可以归到印象派之列 可他的作品不难看到这历史的遗迹 兴许这就是他创作的根源 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 有一次在洛杉矶 我车子坏了 所以有好几天的时间 我都要用单车代步 就在我小心翼翼望着人行道行事时 便留意到了这些井盖 我开始在问自己 它里面藏着的是什么 然后我又想到了它的美丽之处 终于有一天 我决定拿着油墨纸张 把一个井盖弄好 然后请路过的一个货车司机 用车轮压过去 他还笑说我疯了 或许是吧 但看到那美丽的成果 我就决定继续这样做下去 绘画的基本元素 离不开颜料画布和画矿 而艺术的多元化发展 为这位艺术家 冰气传统 射掉画布 画矿 独臂吸进 经过这位艺术家的刻意追求 细腻观察 大胆的创新 创作出了这一幅幅 生动美丽的现代版画 那本来属于地面上工业城市的产物 被演变成了一个个色彩斑斓的图案 纸仆中带着一种抽象 瞬间记忆带着一种永恒 挂在墙上耐人寻味 也许我们会惊讶 这些我们每天都能看见 却都没看见 每天都踩踏过的阴井盖 原来有着这奇厉的世界 有着这奇异的魅力 我们看到这些版画 有创作自纽约都市 芝加哥 洛杉矶等地的 地面水井盖拖映 有来自苏联的法国的作品 他们在鲜艳的色彩和阴影中 显出不同的风格和特点 不同的尺寸和花纹 是否也代表着这个国家的时代风貌和装潢艺术 这些作品除了他本身拥有的观赏价值之外 兴许还表达了作者更深层的寓意 朱高登表示 他要让人注意这些隐藏着另外一个世界 一个地下世界 一个污浊地下水渠 然而地面上装潢漂亮的大都市 却极需要它的运作 我们平稳舒适的生活离不开它 它象征着一个分开了地面及地下的一道闸 我要把阴井盖做成一种艺术品 让人们正视 这个我们都不会喜欢的 却对我们有着重大疲异的世界 与朱高登同时合作的另一位艺术家 是摄影师史蒂芬·陆玉 他也属于都市意象计划的另一个 与朱高登不同的是 他是以摄影型为媒体 但他的作品不是让你去观赏作品的本身 而是让你去品味作品之外的氛围 他说 我的作品是涉猎那几个小时 他作画的种种情况 然后做出一幅摄影的拼贴画 巧妙地让观赏者 在其中找到关于那幅脱映的来龙曲脉 都市的节奏很快 每天都在转变 数十年后 你会发现相片中的地方 已经面目全非了 但水井盖仍然完整地保存在那里 这幅摄影拼贴就可以告诉人们 当时的历史及社会状况 我认为这是很有意思的 朱高登的创作是向地下看的 而我是围绕地面上的 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观 不同性质不同形式的艺术家合作非常默契 他们先后到了美国 法国 德国等各大城市作画 都引起了这些国家话坛的骚动 他说道 这人属于初级阶段 我们开始了这工作三年 期间已卖出了十多幅作品 平均价值为四千元 对一个新尝试的艺术来说 已算是不错的成绩了 我不认为在艺术圈子内 有人会问这是否是艺术 可能会问的只是我会否渴望拥有这幅作品 我们无法把它归纳为哪一流派 艺术本身的价值就在于它的理念 它的思维 它的灵魂 并不在于它去表现什么 或是在线什么 这种脱离画布和画框的画作 这种将行为艺术与版画艺术相结合的作品 为现代艺术领域带来了新的元素 同时也为枯燥的都市路人 打开了幻想的空间 也提醒了人们 现代世界底下 还有一个与此息息相关的地下世界 我们纽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民 感谢观看